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Facebook约为400亿美金 谷歌1300亿美金的市场状况下 TikTok广告市场份额虽只占小份额 但市场前景可观 TikTok的商业化刚开启 已经有很多企业开始瞄准这个市场 在TikTok用户快速增长的情况下 肯定会对其他巨头造成威胁 电商化对于抖音已经开始测试的购物车功能 胡宇表示 该功能会对电商行业带来一些触动 会拉动一些人通过新的流量渠道进行带货 从而成为跨境电商的一个新流量入口 他表示 从海外电商涉及到的客户体验来看 当前该功能并不成熟 比如物流支付等方面还未完全走通 但可以肯定的是 TikTok开通电商功能将是未来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而基于沃兔所做的投放结果来看 TikTok电商转化可能相比Facebook而言更高 所以预期TikTok电商化也一定会在海外成功推行 胡宇告诉一帮动力 TikTok接下来的商业化布局轨迹 还尚未明朗 且由于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当地的法律和法规 TikTok也并没有完全开放商业化 其需要迎合各市场本地化文化和法律规定 来进行商业化推行 也需要做更严控的广告投放和植入 包括对平台内容的审核 比如美国市场当前只能做开评和挑战赛 不能进行信息流投放 该市场对每支广告内容的审核也都十分苛刻 所以TikTok每条广告内容都要由当地本地化团队来审核内容尺度 比如精确到视频的每一帧对不合格产品进行下架的 他们对内容的审核以及商业化开放程度都非常谨慎 以保证高质量合规的内容 胡宇说道 只要做好这些事儿 那么TikTok电商化推行阻力并不大 据介绍 目前TikTok在美国所测试的电商功能下 基本所有电商平台都可以直接在TikTok挂导购链接 他表示想要真正实现短视频带货出海 最重要的点在于带货的落地页 也就是平台 需要注意的是当流量引进后 是否有好的流量载体可以承接流量 短视频带来了一群新用户买家后 平台的购物体验是否方便 比如支付问题 注册是否流畅的 这些都会影响带货转化率 所以短视频带货的落地页做的好坏很重要 否则就等于所有努力到最后都白费了 TikTok的商业化 征程才开始 对于中国企业 包括沃兔来说 都是一个五年一遇的机会 而这种机会上一次是微信自媒体 再上一次是微博 这样的机会宁可失败 也不能错过 胡语总结道